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川普说1月15号在白宫与中国签署协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表推文指出 他会在1月15号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并且透露了访华的计划 根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之前的报道说 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已经接受了美方的邀请 将率领代表团赴美参加签署仪式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 也就是12月的31号发表了推文指出 他会在1月15号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签署仪式在白宫举行 中方将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出席 川普还表示 他稍后会到北京开始下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 另外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 也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 曾经针对备受瞩目的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就表示 两国可能开年不久将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最终什么时候签署 要由川普总统或者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来进行确认 纳瓦罗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 我们可能在今后一两个星期里签署 我们只是正在等待翻译完成 美中两国在两个多星期以前宣布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此后双方一直表示 目前仍然正在履行翻译以及校对等一些必要的程序 但是一直没有宣布什么时候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另外根据南华早报星期一的时候援引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就表示说 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本星期将会来到美国签署这一协议 这位匿名士表示说 美国方面发出了邀请 中国已经接受了 纳瓦罗在福克斯新闻记者追问该报道是否属实的时候表示 这个问题最好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川普总统来进行回答 他说永远都不要相信匿名消息来源的报道 另外纳瓦罗还表示说 他不认为这一协议还会出现任何的困难 此外这一份86页长的协议除了包含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之外 对强迫技术转移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说 两国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将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这将是部长级的签署仪式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随后表示 第一阶段的协议将由主持谈判的美国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的副总理 刘鹤来进行签署 隔离27宗疑似病例 武汉市的卫健委表示 已经确诊为病毒性的肺炎 根据法广的报道说 武汉市的卫健委在星期二的时候就通报表示 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 与南华海鲜城有关联的肺炎病例 经过专家会诊确诊为病毒性的肺炎 到目前为止 调查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的现象 也没有发现医务人员被感染 该报道说 当天上午 网传收治患者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医务处工作人员 已经向中国媒体《新京报》的记者进行了辟谣 表示说 目前并无疑似非典或者确诊的患者 当地时间30号的晚上 一份名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就职工作的紧急通知 落款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症医管处的红头文件 在网络上广泛的传播 通知称 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 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的追踪统计就职的情况 并且按照要求及时的上报 以时间有关武汉市内发生疑似非典病例的传言四起 对此 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31号的时候报道就说 据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就表示 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还有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以及武汉市疾控中心 等多个单位的临床医学 流行病学 还有病毒学专家进行了会诊 专家从病情还有治疗转规流行病学调查 以及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 分析认为上述的病例是病毒性的肺炎 目前对病原的检测 以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另外通报还表示说 接到部分医疗机构近期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 与南华海鲜城有关联的报道之后 武汉市的卫生健康委 立即在武汉市全市的医疗机构 开展了与南华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的搜索 和回顾性的调查 目前已经发现了27例病例 其中7例病例比较严重 其余病例 病情稳定 可控 有两例病情好转 似于近期将出院 病例临床表现主要是发热 少数病人呼吸困难 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 目前所有病例均以隔离治疗 密切接触者的追查调查 以及医学观察正在进行当中 对南华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 和环境卫生处置也正在进行当中 另外该报来说此外 根据湖北省卫健委 以及武汉市宣传部的消息说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 31号上午已经抵达了武汉 正开展相关检测核实工作 当地时间的31号下午1点左右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记者 到了南华海鲜市场 看到了商户均在正常营业 很少有歇业的情况 很少有人戴着口罩 接受采访的一些商户就表示 并没有听说有人得了不明原因的肺炎 另外根据报道说 武汉南华海鲜市场 是一个多年以来传闻要拆 但是也并没有拆除的市中心的批发市场 市场内道路窄人流大 这里也是武汉最大的海鲜 披铃尖营的市场 是武汉市民和酒店餐馆 采购海鲜和野味的主要市场 习近平和新年通篇未提台湾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31号的晚上按照惯例 发表了新年的贺词 内容除回顾了2019年各项发展成就 通篇没有提到台湾两字 紧强调澳门证明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 并称真诚的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整理报道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31号的新年贺词当中 开篇首次没有提及全国各族人民 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 以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朋友们等问候于 在31号晚上的2020年的新年贺词当中 通篇已回顾了2019年的成就 以及展望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 另外该报道还说虽然在2019年的贺词当中 虽然也没有问候台湾同胞 但是在内文当中曾提到了很多港澳台居民拿到了居住证 但是在31号晚上的新年贺词当中 全无台湾二字 唯一一个台字是人均卖上了1万美元的台阶 另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新闻联播的报道 就说在贺词的内容当中 在港澳部分习近平则首次在贺词当中提及了一国两制 说前几天他出席了澳门回归20周年的庆祝活动 他为澳门的繁荣稳定感到欣慰 澳门的成功实践表明 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 办得到得人心 另外他也接着说 近几个月以来香港局势牵动着大家的心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么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呢 他也表示说 中国真诚的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 是香港同胞的心愿 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 在回顾2019年发展的成就上 美习近平提到一年以来中国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进 中国的人民军队展现出了新时代强军的风貌 他也表示说中国进行了国庆大阅兵 举行了海军空军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 同时中国也举办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同时首艘中国国产的航母也正式列装 而在外交事务方面习近平指出 主办第二届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以及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很多国家的元首以及政府首脑都出席 分享了中国的主张 增进了友谊 深化了共识 与中国建交国达到了180个中国朋友 变天下 而展望新的一年 习近平表示说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将全面的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冲锋号已经吹响 要万众一心的加油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的实现现行标准之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港人说2020年将继续的追求民主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香港主张民主的抗议者星期二 也就是12月31号 开始在全香港展开新年除夕大集会 敦促人们在2020年 不要放弃为民主而抗争 与此同时 香港警方将部署6000多名的警力 严阵以待 一些抗议者计划在香港著名的旅游景点 蓝贵方举行 揽钞除锡 与你一起购物等一些活动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就说 社交媒体上传的消息是 敦促抗议者们 头戴勿望2019 坚守2020的面罩 在香港陀螺湾区 抗议者们组成了人链 高喊1月1 维元剑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一息尚存 抗争到底的口号 路透社采访了一位30岁的男子 就表示说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是他们新年的愿望 这位叫做加尔文的男子 参加了31号在香港中环举行的 午餐时段的集会 他说 我们已经抗议了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政府仍然拒绝倾听我们的呼吁 如果我们不参加抗议 我们就对不起 已经被关押的战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新年除夕的视频讲话当中就说 香港在2019年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因反修例引起的社会动荡 持续于半年 市民感到痛心 焦虑失望 甚至愤怒 大家希望尽快的走出困境 他说 作为香港的行政长官 他责无旁贷 会虚心的聆听 为社会寻找出路 林郑月娥表示说 港人过往 凭着毅力和智慧 安然度过了不少的风浪 相信港人可以再一次的克服困难 重建香港 他说 他希望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另外 在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20年新年贺词当中也表示 真诚的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他在几天前出席澳门回归2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 也表示 澳门的成功实践表明 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 办得道 得人心 而另外一个方面 南华早报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 表示说 香港警方将部署6000多名的警力 应对新年期间可能发生的骚乱 香港警方被指责 在应对街头抗议过程当中 过度的使用暴力 自从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抗议 以及后来发展成为更大民主诉求的抗议和紧名冲突 香港警方逮捕了大约6500人 这是香港1997年归回给中国以来 爆发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民调显示 近六成的港民支持民主运动 反对一国两制的占了20% 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整理报道 说香港民意研究所受路透受委托所做的民调 结果就显示 反送中运动获得了59%的香港民众的支持 且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民众 曾经参加过反政府示威活动 但是这份民调指出 支持香港从中国独立者 仅占了17% 香港民调研究所的民调显示 有59%的香港民众支持反送中运动 不支持者则有30% 也就是说 支持与反对者的人数比率为2比1 另外 有57%的受访的香港民众希望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 同时 仅约有17%的受访者支持香港独立 反对一国两制的则有20% 路透社的报道说 这项民调是在12月17号至20号进行的 受访人数为1,021人 根据报道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尚未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海航承认工资迟发 称2020年是决胜之年 根据法管的报道说 海航集团在12月30号发布了 董事长陈锋2020年的新年贺词 陈锋在宪词当中坦承近两年以来 海航的资金短缺的事实 出现了工资迟发缓发的情况 并称2020年是海航化解流动性风险的 决胜之年 在2020年的新年限辞当中 陈锋首先回顾了海航集团2019年的工作 防风险摸清了家底 形成了化解海航流动性风险的整体方案 为根本的化解风险奠定了基础 坚决处置资产六种方式并举 权力自救 想方设法兑付公募债和投资 理财产品 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提效益 调整集团组织架构和运营管理模式 裁减臃肿机构和人员 增收节支 过紧日子 各项效益指标 有明显的改善 有报道显示 今年10月份的时候 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人事的变动 海航集团官网就显示 现任董事长陈锋的儿子 陈晓峰的职位变动为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董事兼集团总裁 海航集团北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除了陈晓峰在海航的官网上面 谭向东 李先华 陈文黎等董监高的海航集团 联合创始人 抬头均不再出现 仅保留了职务 此外 海航还在今年大幅的调整了 集团内部的组织构架 由原来的集团总部产业集团 成员企业三级管理机构 调整为集团总部成员企业 两级管理架构 陈锋在致辞当中还表示说 在这场近两年 旷日持久的奋战当中 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之下 他们仍然保持了生产稳定安全运行 实属来之不易 而陈锋在致辞当中也提到 2020年是海航化解流动性风险的决胜之年 他说海航人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贯彻落实好化解流动性风险的整体方案 不仅是海航的主体责任 也是政治任务 更是海航的中心工作和总的任务 为了每一位海航人的生计 为了海航人千千万万个家庭 为了留住每一位海航人的人生舞台 他们别无选择 唯有同心同意迎难而上 全力拼搏 在有限的时间内打一场翻身仗 保住海航这个中华民族世界级航空品牌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贡献等等 而华为在2020年的新年贺词当中 强调生存下来是第一优先 根据法广的报道说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徐志军 在周二的时候发表了新年的致辞 并且透露表示说 尽管遭遇到了一些外部的阻挠 华为2019年全年收入仍然实现了18%的增长 达到了8500亿元人民币 不过他同时预测2020年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 并指生存下来将是华为的第一优先 华为新生社区官威在当天发布了 与徐志军名义发表的题为 华为2020年新年致辞 求生存谋发展砥砺奋进的文章 徐志军在致辞当中就明确 2019年华为预计全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8500亿元人民币 约1220亿美元同比增长18%左右 尽管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期 但是公司整体经营稳健 基本经受住了考验 其中全球已有700多个城市 世界500强企业当中 有228家选择华为 作为其数字化转型的伙伴 智能手机业务保持稳健增长 发货量超过2.4亿台稳居全球第二 华为终端云服务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越活跃用户达到了4亿 而据华为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 公司实现的销售收入为610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24.4% 净利润率为8.7% 与此同时 徐志军在至19万名员工的 新年致辞当中表示说 如果美国继续限制必要的软件 如安卓手机应用程式和电路销售 华为应该做好在2020年迎接类似打击的准备 今年5月 川普政府将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 称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此后华为做出了回应 包括动员数千名的工程师 开发美国关键零部件的替代品 并保持工厂运转等一些措施 徐志军在致辞当中还提到 要主动规划队伍的梯队化建设 干部队伍要保持10%的淘汰率 他说有些支持部门甚至运营部门将被合并或者是缩减 员工可能会被重新分配到其他的部门 面对新年的来临 他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指出 生存将是华为的第一要务 没有了2019年上半年快速增长与下半年的市场惯性 除了自身的奋斗 华为唯一可依赖的是客户和伙伴的信任以及支持 在徐志军看来生存下来是华为的第一优先 华为要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 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他同时还对华为提出了 保增长提能力优组织控风险四个要求 在致辞的最后 徐志军表示困难是更大胜利的前奏 挑战是坚强队伍的磨刀石 他还表示说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遏制是战略性的 长期性的 对华为来讲 却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激发 强身健体的机会 使华为能够更加的团结 更有战斗力 能够更好的应对未来的挑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华为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近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 也谈到 华为不需要美国撤销实体清单 实体清单永远保留好了 没有美国 华为也可以生存的很好 但是华为仍然会拥抱全球化 美国公司供应器件 他们欢迎 如果没有供应 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 同样就该公司方面的消息 来自于中国媒体的报道就显示 12月26号华为的全资子公司 杭州华为企业 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高管出现了变更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卸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由田兴普接任 此外孟晚舟退出董事 新增董事庞云光 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全球新闻大集合 6do.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6do.news 六度新闻 6do.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